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样的泛泛的道歉 我相信不敢承担 这是相当的内在的心理 不敢承担就是他也是上了年纪的人 60多岁 将近70岁了 人到古西之年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有句话叫黄土埋了半截 这东西要打死过人 在自己将进入古西之年的时候 那心里怎么想 我相信朋友们多少能理解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宋任琼是开国上将 那他作为这样的概念的 标准的红二代的人 那直接说文革时 这种概念 他的态度的转变 公开的道歉 那也就势必在今天 中共标准红二代的太子党的内部 我相信是有分歧的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红卫兵宋冰冰公开道歉 打开文革罪恶的潘多拉 大家要注意这张照片 是他们到了北师大副中的 女副中的里面 这是一些学生 大概500个后来的人 捐钱素的像 这个像就是当时 宋冰冰所在时的校长 被打死 被活活打死 文章题料 宋冰冰的道歉 相比陈毅之子 陈小鲁的文革道歉 在北京舆论场 掀起了一场更为汹涌的 这种性情 他叫性情狂潮 萨爽英姿 冰冰要我 文章讲说 道歉的学生中 宋冰冰最为人熟知 他是宋文琼的织女 上天安门城楼 给毛泽东献过红袖章 家喻户晓 毛泽东当场给他改名字 叫宋耀武 扬名神州大帝 伟大领袖耀武的最高指示 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武斗 成千上万的民众 命丧皇权 从他引起的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意识不到 我原来住佛游街的时候 小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 毛主席最高指示又来了 老娘老爹 这个滴着耳头 就从被窝里滴了出来 得上这个佛游街去游行去 最高指示又来了 我们又有了新的方向 我们要热泪的盈眶 我们要为毛主席去战斗 去死 去梗皮照亮大海棠 缺心眼 就国家就疯了 全都是疯了 国家曾经那么样的疯过 今天有人说 那个东西是好的 现在依然在疯着 大家想想 依然就疯了 在我的概念当中 说得很清楚 有共产党就扼杀人性 人性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人性的一面 是佛性在人性当中的一种表现 这人性当中 他最好的一面是道德 尊严 这样的概念 是与今天共产党所吹嘘的一切的价值观 完全相反的 所以才在宋彬彬的道歉 引发出这样大的讨论 因为他的道歉 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性的表现 但是呢 这样人性的表现出于什么样的背景 和出于他内在的什么原因呢 这是疑问 可是在美国之音的报道当中提到 2007年9月8号 北师大师研中学 在人大会堂举行过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90周年 那全体教师 部分校友 退休教师 领导嘉宾都参加了 包括外国使节都参加了庆典 有6000多人 宋彬彬被选名为知名校友 07年的时候 但是2014年他道歉了 文章紧接着引述了媒体人对他的评价 网络作家阮云飞说 这次他的道歉虽然充满了辩解 推脱 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误论 对道歉这个事实 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 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 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的理解文革 是有帮助的 我个人的说法挺简单 把真相展现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是今天我有当权者的必须尽的责任 更多的网友对宋彬彬的道歉提出质疑 说他只是泛泛的谴责了文革 并没有向受害的校长直接表达内心所遭受良心的谴责 和应该负有的责任 他当时道歉声明中说 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变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其实这句话恐怕就错了 因为当时他是头头 他是头头 对吧 他给毛泽东寄设红酒标 要扬威在全国都知名了 而他的道歉并没有被变校变校长的现在依然在世的先生所接受 而北京著名的电影学院的教师崔卫平 他是这么来描述这件事情的 宋冰冰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 对他的要求跟跟对他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 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毫无意义 宋冰冰的道歉遭到了汴中云的丈夫 93岁的王精尧的拒绝 那老先生还活着 这可真是历史的一种历史的一种安排 我们不能说别的 这是一种历史的安排 整个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多年来 那王老先生一直谴责宋冰冰及其他人掩盖他们在1966年8月5号 便终于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王精尧接着说宋冰冰们并没有直接向他道歉 他是透过媒体知道这件事情的 而媒体引述王精尧的话说 因为他做的那些事 他是个坏人 他和其他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是所有罪恶之根源 他干了很多坏事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整个共产党的问题 所以文章也讲说 在当年是钉棒殴打军靴灯塔几个小时 而当时的宋冰冰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对于当时的变中云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的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意义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冰冰 这个国家为什么人们我说被洗脑了呢 知识界一个中学是塑造学生形成基本观念 基本道德理念的这样的场所 对吧 中学生啊 这样的中学生的老师 校长 把一个打死这个学校的曾经的校长的人 授予知名校友 所以反过来说呢 那宋冰冰的道歉呢 确实是打开了潘多拉之河 那我们要后面看会怎么样 因为无论怎么样 他直接面对社会说错了 那自然如果你说错了 你是当初的急先锋 你曾经打在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千万人死在这个运动当中 而你是这个运动当中的催化剂 带头人 那自然会引起 所有对那个事件当中 有着切身体会的人 对那件事情的反思 相信后面会有更激烈的讨论 其实前两天呢 发生一件事情 明报呢 换了主编 这件事情的反响非常大 那因为有其他事 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报 结果今天呢 这个BBC连续登了两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不满明报换了主编 李柱明专栏开天窗 那李柱明呢 是民主党的 曾经的民主党的主席 那非常著名的香港的国会 这个国立法会议员和大律师 他在明报的副刊上呢 有一个专栏叫做法证随笔 结果这一次呢 他给开了天窗了 什么都没写 写了十个字 黑一首盖日月 本报顿失明 就完了 他是一种抗议的做法 那他说的挺简单的 他说这个标题是他写的 开天窗是为了抗议明报 更换总编辑的理由过于荒命 那据说现在被换 将要被换上来的 上来的总编辑呢 是马来西亚籍的资深新闻人 叫做钟天祥 而钟天祥据说是薄熙来的人 那你说挺有意思 那这就是这件事情的 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呢 陈放安生 我们知道这是被称为香港的良心 陈放安生明确讲说 明报撤掉总编辑 他非常担忧 新闻自由被冲击 陈放安生讲说 传媒的角色呢 是监察政府施政 而新闻自由是香港的 主要的核心价值之一 报纸的投资人士呢 应该尊重编辑的高层 以及前线记者的独立 编采的方针 这就是道理挺简单的 如果他要共产党化呢 他自然要换听话的人 这个是这个体制自然的选择 那在香港呢 他真正靠的是新闻自由 和法律本身的独立 才能保证至今残存的 香港的这种老百姓的 自由的想法和自由的氛围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